大家注意看,这是网上最近很火的豆腐皮新做法 放到油锅里面炸一炸 出锅就变成了一道饭店桌桌必点的特色招牌菜 好看又好吃 楼下饭店一份卖128 自己在家做,5块钱的成本就可以搞定 学会之后,过年招待客人,好吃又有面 保证个个夸你,是大厨 首先我们准备两张豆腐皮 用我家的刀从中间对半给它切开 再取半张豆腐皮,从中间对半给它折叠起来 然后,用手按住中间点再对折 从折叠处切 顶部不要切断了,留上一厘米左右的距离 从头给它切到尾 全部切好之后给它展开 从一头给它卷到另一头 卷的时候,尽量给它卷得紧实一点 卷好之后可以看一下,像花朵一样非常的漂亮 用手轻轻按压一下,让底部平整 把它翻过来,准备个牙签,从底部给它固定一下 这样在炸的时候它就不会散开 全部都按照这个方法给它做完,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碗,在里面打了两颗本科毕业的鸡蛋 加入一勺玉米淀粉,大概20克左右 用筷子充分地将它搅拌均匀 搅的时候多搅拌一会,大概搅个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搅好之后,取出做好的豆腐皮花朵 沾上一层鸡蛋液备用 接着取一根干净的胡萝卜 用刀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切得越薄越好 切完先放一边备用 提前烧一锅油 油温烧至六成热 把做好的干豆皮一个一个地放入油锅中 有些人喜欢安静地看视频 但是他会双击点一个红心鼓励一下 这样的人最善良了,一定能够幸福发大财 豆皮放入锅中之后 咱们先不要打动它,让它有一个定型的过程 也可以将热油均匀地浇在豆皮上面 让它受热均匀 炸到一面定型之后,翻面炸另一面 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炸 一直炸到两面金黄酥脆,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接着我们准备一包家里常用的糖醋汁 直接倒入锅中 用这个糖醋汁还可以做糖醋鱼,糖醋排骨,糖醋里脊 都是非常的好吃 再也不用担心糖醋比例掌握不好了 开中小火慢慢熬制 把糖醋汁熬到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浇在炸好的干豆腐花上 最后撒上88粒黑黑的白芝麻点缀一下 一到好看又好吃的花开富贵就完成了 豆皮吃起来焦香酥脆 又裹了酸酸甜甜的糖醋汁,酸甜脆爽 咬上一口,别提有多好吃了 马上快要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上可以安排上这道菜 做六朵金花,金银财宝进你家 多才多福有钱花,颜值高,寓意好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